而且大家都很聪明 这么演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强项 只不过我更多的看人家的短项 强项他自己就发挥了 你就是挑毛病 导演就是个镜子 就是看毛病的 反正他也老表演了 我给我鼓劲说 现在我的马骑得最好 他的马骑得最好 这个哗 那骑马那玩意儿 他摔过 五哥也摔过 他也摔过 他撞晕了 我也摔过 但是我没受伤 我当时可能我年轻一点 比较灵活 那个河不宽 水也很浅 很深 泥很轩 那个马锅开始拉马的时候 那马在里边就开始起不来 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但是那边一看开始 打着就走 呱呱呱 前面还很好 啪啪啪 水也溅起来了 那马也害怕 他就往边上弄 就往边上躲 到岸上的地方 结果我就往里拉 一拉就拉伸了 就拉到中间去了 一下马就陷进去 出不来了 我就在那马上坐着 就看到我的人 马一起往下沉 到马肚子了 把他陷的 我想马锅在我后边 我如果不下来 那个马一惊了以后 就容易踩人 我就赶紧 我就下手往下跳 跳了我就几步 就穿到河岸上去了 我刚上河岸上 我后皮 万一那匹马 马锅骑的 曾用就从我的马上越过去了 如果我当时坐在马上 我没动 整个连人一带马 就给压在那边下 人仰马翻 他说的 说是骑那是快 一下去就看他蹭 他就算了 我说好 好身手 好啊 要说骑马 真是 这也是遍体铃铛 这只胳膊77年舍过 骑马 这次是颜真卿 锁骨一根 四根肋骨 从马上就下来 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总是骑上马之后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们几位谈这个骑马 骑马是我是弱相 他们三位都是强相 骑得最好的是唐岛 其次是刘静和小伟 刘静是向来 刚才说要求在马上有戏 我是最怕马上有戏 因为我骑马不行 所以凡是排这个重大历史题材 我心里头最胆怯的 不怕吃苦 我不怕任何天冷天热 我都不怕 我最怕骑马 但是还不能说出来 你说 说到这我就不好意思了 当年拍长征的时候 拍长征 就是要那个马踩水 周恩来跟朱泽连踩水过来 我就在这发急 我说因为这个马 他不愿意往水里跑 他老想往岸上跑 他老先让马稍微弱点 那个马就不听他的 那个马可鬼了 你一骑上他知道你会骑不会骑 不会骑他欺负你 他就要往这走 你要勒着他就要出问题 怎么办 拍了一条 再来一条 然后我就跟刘静说 我说你到边上来 你压着这个马 把老总的马往水里挤 然后他就这样 闭着 还要拍了三条 第三条 我就看着 哐啪啪从马上塞下来 我很远 因为长江掉的 我说坏了 我一看 大墓侄子上这来 蛇了 听口那天他走 五哥一掉下来以后 我赶紧骑马过去看一下 军帽也没了 带着一个什么 那天下雨 他都会保护自己 带着一个玉帽宾馆 我说五哥 你头全保护好了 就没把手保护好 脚上还套了一个塑料袋 上学山的经验 没想到中间 蛇了 一开始就跟我交代了 说老总是奔古城 一定把马立起来 这要好好练 还没练的就是拍那场 过香江 把我摔下来 摔下来一看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 行了 那个立马 完了替身 他就想到那立马 我立马还没练了 结果立马还真不错 结果我确实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 我这骑马那么弱像 导演要求立马 也没练 到排那天 让替身是吧 替身立 立完了让我立 那天替身还怪了 不好好立 怎么也不好好立 还打那个马 我说你别打一会还得我上 我还得挺微的 打精了怎么办 打精了怎么办 你别打呀 最后人家今天怎么不听话 勉强的立起来了人家马官 然后导演说 老总上 那我一穿过来打一会 这可以上马的没问题 刚一上马 泪起来了 那边那个王朝柱老师也在现场 还没使劲呢 还没使劲 我那么一的 就是打的 结果大家都鼓掌 连导演都鼓掌 我当时我哑然了 我啥也说不出来 居然立起来了 我当时就是 经典镜头 老总在天之灵保佑我 而且 我跟你说 让老总接着往前跑 悬崖 让马就往前跑 跑的马速度不快 结果他老是问我 有诈点没有 有诈点没有 他怕一诈点马就惊了 不让我哪跑了 来劲的 让我接着 马来的诈点了 马屁股后边一炸就叫马撒呀 恰恰需要这个速度 然后你看镜头里边一炸一跑 你的屁股已经离开马背这样了 我就盼着一条过了就行了 导演来劲了 又立起马来 又让飞马跑 好停 回来了 怎么样过了 不行 穿帮了 我手打着加班呢 哎呀 所以你刚才要说 很高兴感动 他摔了之后还觉得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完了之后 又不能说 自己大伯格自己找个店 打个加班 打两个书票 三片加入的 拍戏的时候拿下来 放兜里 我这些放兜里 你没看到我们的老总 多么像个孩子 妈起来从上 下来以后 暴罗 柱子哥 柱子哥 我立起来了 马立起来了 今天说起来 大家当笑话 其实在现场是挺危险的一件事 每个环节都不能小失 马背上的戏特别多 这也是我们解放的一大特色 王老师为什么写这么多马戏 第一个 我是乌俏县的刷猴子 哈哈哈哈 用马戏 从小时看马戏长大的 在马戏团 我就觉得一个男子汉 骑的马上 特别 银雾潇洒 这是第一 第二 在街坊战争中 蒋介石那边 穿的衣服比我们好 他开着坍壳 坐着装驾车 那种神奇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战士没办法 那我们的毛主席 周总理 朱老宗 这些人怎么办呢 那自由党 马上英雄 防贤处 英雄奔赦 第三个 专展善北 给毛主席死 尊备了一辆汽车 没有汽油 少母菜 少母菜 嘴火又不醒了 毛主席说 不要了 扔了 从那以后就天天气麻 这是李思的真实 一直骑到西白坡 太油了 车 所以在这一段的李思当中 那你就得些气麻 但是至于那么危险的动作 我的举办上写的一点都没有 都写的他们这么营雾消杀 这个 但确确实实应该说 这一部戏 从他的温和内涵 到他的艺术风貌 到他对李思的认知 到他的温和内涵 都逃过了我自己一汪协作的水平 是一部真正的赤诗